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我叫严小红,今年51岁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我们的村子离县城有十几里路 我姥姥家是住在城中村的 母亲嫁到了乡下 当时我奶奶家生活条件很艰苦 父亲有五个姐姐 她排行老小,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父亲和母亲的婚房是三间土房子 分家的时候,奶奶给了我母亲二十斤小麦 五斤玉米,二斤大豆 当时正是冬天 奶奶给的这点粮食是整个春天的口粮 母亲愁得眼泪呱哒呱哒掉下来 正好姥姥和姥爷来了 老爷看到女儿家的窘迫状况 二话不说了,返回城里的家 扛来了一袋子面粉 老爷安慰母亲说 闺女啊,你别愁 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 咱家里的条件比你公公婆婆好一点 我们会帮助你的 在姥姥和老爷的帮助下 父亲和母亲的日子才不至于过得太寒沉 我出生以后,给这个贫寒的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父亲把我当作了掌上明珠 母亲说,父亲不去地里干活的时候 只要我哭了马把我抱起来 不舍得让我哭一声 但是让人悲伤的是 我年纪轻轻的父亲是突发疾病去世 当时母亲才23岁 我那时候才2岁多 什么都不知道 在母亲的身边爬来爬去 母亲哭得天昏地暗 母亲那么年轻 一年之后就有好多人来我们家提亲 想让母亲改嫁 大家都知道年仅20来岁的母亲 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奶奶哭着对母亲说 儿媳妇呀,求求你了 看在我儿子在世的时候 对你好的份上 你别走行吗 我们就这一个儿子 他不在了 孙女是我们家的后人 你们娘俩别走的话 我儿子的这只香火还在这里 奶奶说得剔类交加 母亲左右为难 那时候虽然五个姑姑经常来帮助我们家里干活 爷爷奶奶尽量不让母亲下地 只让她在家里好好带着我 可是母亲心里的悲苦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我稍微记事的时候 半夜里我常听见母亲轻轻啜气着 我六岁那年 继父来到了我们家里 同时他还带来了一个男孩 我叫他哥哥 他和我同岁的 只不过是生日比我大三个月而已 继父是奶奶委托亲戚给介绍的 奶奶说继父这个人憨厚老实 心眼好使 我们娘俩和他作伴 不会吃亏的 继父的老家离我们这里有七十多里路 在我们县城的西部山区 他也是丧偶的 继父刚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窃窃地看着他 毕竟家里一下子 添上了两个陌生人 让我很不习惯 继父这个人很勤劳 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 我就听到院子里 刷刷的扫地声 我趴在窗户上一看 他抱着大扫帚 在院子里扫地 我小的时候 村里没有幼儿园 继父就教我们识字 他买来了一块石板 用一块化石粉 在上面可以写出字 我母亲只上过小学 他从来没有主动教我十字 继父来了以后 我认识了大量的字 继父去县城 给我们带回来了两本小人书 虽然是黑白的画面 但上面那些栩栩如生的图画 深深地吸引了我 继父开始教我们 读小人书上的字 从那时起 在我幼小的心里 一下子打开了阅读的天地 我迫切地希望读书 可是哥哥和我完全相反 每当继父教我们十字的时候 他却坐不住 眼睛东瞅西看的 趁继父不注意 他就悄悄溜到了大门外 和那些小伙伴们捉迷藏 漫山遍野地跑 七岁那年 我和哥哥都要上学了 但是我们村里没有小学 要去邻村的连小读书 我们离学校有七八里路 当时村里的小孩 基本上是自己走着去上学的 他们家里兄弟姊妹多 大的领着小的 母亲想让我和哥哥 跟着村里那些大典的学生 一起去上学 可是继父摇头说 不行 咱两个孩子都小 我可不放心呢 那是七八里路呀 孩子走到学校里 累得还有精力学习吗 继父就用我们家那辆独轮车 推着我和哥哥 我和哥哥一人坐一边 送我们去学校 继父总是细心地 给我铺上一床小被子 让我坐在车上软和一些啊 哥哥就直接坐在车子上 哥哥吆喝着个人 继父满不在乎地说 你是一个男孩子 粗皮糙肉的 哪有那么多事呢 你老老实实坐在车上就行了 要不你就跟着我跑 我的学习成绩 远远比哥哥要好得多 我的奖状整整贴满了 我家的那面墙 哥哥一张都没有证到 继父经常对我说 闺女啊 你好好学习 你上到哪里 爹就供你到哪里 咱家砸锅卖铁 也会让你读书 继父不止对我和母亲好 对爷爷奶奶也很好 她的到来 完全顶上了 父亲原来的角色 那年爷爷生病的时候 都是继父天天用车子 推着爷爷去卫生院里打针 姑姑们对继父也很尊重 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虽然没有钱买那些贵重的礼物 可是总不忘了给继父送点东西 表示心意 有时姑姑们装几斤散酒 或者把坛子里的咸鸭蛋 捞上十个八个的送到我们家 那年过春节的时候 我四姑家养了不少羊 他们竟然杀了一只羊 给我们家送来了一条大羊腿 我们头一回吃上了炖羊肉 继父高兴地说 自从我来到这个家里 全家老老少少拿着我没有二心 我这是哪辈子的福气啊 我伶牙利齿地说 爸 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们家才过上了好日子呢 你看我经常有新衣服穿 家里也有好东西吃 而且你天天送我们上学 继父笑呵呵地说 闺女啊 人家说女儿是小棉袄 一点也不错 你说的话让我心里热热乎乎的 上了初中之后 我的成绩一直在全校前几名 尤其是我的数理化成绩特别棒 一般女孩子都偏文科 理科弱一些 我完全相反 我的理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那个年代里考中专是很吃香的 考上中专马上就能把户口签到学校 成为城镇户口 也就是成了国家干部 毕业以后就能有工作了 同学们都向往考上中专 早点挣钱补贴家里的时候 我却有些犹豫了 我的理想是考大学 我想当一名医生 穿上白大褂就死扶伤 可是根据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我得考中专 我母亲和继父又生了一个孩子 那时我妹妹才几岁 家里三个孩子 让本部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 继父除了在村里种地 他还去县城里打零工 他什么活都干过 去饭馆里给人刷盘子洗碗 扛过大包 还扫过大街 继父年纪不大 头发白了一多半 我一阵心酸 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 我决定考中专 减轻父母的负担 继父知道我快要中考了 那天周末我回家的时候 他问我打算考中专 还是考高中 我说 爸 我打算考中专 你看咱家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你和我妈都很累 我要是考上中专 能早点挣工资的话 你们就轻松了 可是继父却当场反对 他说 闺女啊 你一直和我说 你想上高中考大学 将来当医生 你可得说话算话呀 我再累也不差这几年 你放心 只要你有能力考上大学 我一定会好好供你的 你哥学习一般 他考上高中就上 考不上的话就回来干活 我们一起挣钱供你读书 母亲在一边却说 闺女 你好好想想吧 我觉得考个中专也不错 你看咱村里邻居家的女儿考上中专上班后 每月都会给家里钱呢 继父瞪了一眼 母亲说 你懂啥呀 孩子只要有学习的天分 他愿意多读书 那是好事 考中专虽然挣钱早 但是这个社会读书多了总是有好处的 你以为那三年高中是白上的吗 大学和中专是两码事 大学生更有前途 继父让我考高中 那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而哥哥却没有考上 他只得回村干活了 高中三年 我们家的生活更紧张了 那时候妹妹年龄小 继父就让他吃粗粮 一家人省出钱来 让我和城里的那些同学一样 去吃食堂 炖炖吃白面馒头 有时还能吃上一份肉菜 我非常感激继父的疼爱 我把所有的感激都化作了学习上的动力 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中里名列前茅 尤其是我的数理化成绩 比初中的时候还要突出 高考的时候 我顺利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很高兴 继父却喜极而泣 他抹着眼泪说 闺女啊 你竟然真的考上医科大学了 你这个孩子太有出息了 我大学四年 继父和哥哥一直在打工供我读书 每月给我的生活费都足足的 我知道继父的辛苦 当时我妹妹也上学了需要花钱 读大学的时候 周末和假期我都勤工俭学 那年寒假的时候 我用自己挣到的钱 给继父买了一件羽绒服 那时候我们这里羽绒服还很稀罕 继父看到我买的这件棉袄那么轻快 但是穿在身上还特别暖和 他就特别惊讶 穿着羽绒服上街上去显摆 见到邻居就说 你摸摸 这就叫羽绒服 是我闺女给买的 闺女还没上班 就能挣钱给我买衣服了 看到继父高兴地像个孩子 我悄悄地哭了 这些年 继父对我的付出 让我永生难忘 而我给他买了一件棉衣 他就如此高兴 我发誓一定好好孝敬他 我毕业以后分到了我们县医院工作 当时我是我们县医院的 头一个正规的本科生 我成了一名外科大夫 我上班后有了挣钱的能力 我时刻都没有忘记 继父对我的疼爱 当时哥哥已经找了女朋友 是我们邻村的姑娘 为了减轻继父的负担 哥哥订婚和结婚的时候 都是我出的钱 妹妹读书的费用 也一直是我出的 我曾经多次说过 我上班了 就不让继父辛苦来县城打工了 可是继父却说 闺女啊 你挣工资是不错 可是挣的钱也是有数的 我手脚还能动弹 我怎么好意思让你养着我呢 继父不顾我的劝阻 依然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城里干活 她一直在早市上帮人捡青菜 我每隔两三天就回家一趟 回去的时候 总是给继父和母亲买上熟食 继父特别爱吃猪耳朵 我隔几天就给她买一个 继父还喜欢喝点小酒 我早就不让她喝散酒了 我给她买好酒 继父酒量不大 倒上一小中子酒 吃着猪耳朵 她心满意足地说 闺女啊 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我都是沾了你的光啊 我笑着说 爸 我是沾了你的光了 要是当初考中砖的话 现在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工作呢 肯定不能实现我当医生的理想了 我在医院上班 我对继父和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比较重视 我经常让他们来医院检查 可是他们都不来 继父说 我能吃能喝的 去检查身体浪费那个钱干嘛呀 我才不去呢 那些日子我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继父说话的时候 有点含糊不清 我问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反应 他说左侧胳膊有点发麻 我一惊 当时我就拉着他去了县医院检查 没想到继父竟然查出了脑梗 好在是轻微的 住了几天院就缓解了很多 半年后 母亲心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说 闺女啊 快点来 你爹晕倒了 我一听慌了 赶紧打了我们医院的120 我跟着救护车来到了家里 把继父接到了医院 这次继父的脑梗严重了 他在重症监护室里整整住了17天 才转入了普通病房 继父住院的时候 我和丈夫一直轮流照顾着 哥哥和嫂子有时也来这里照顾 可是哥哥家中的蔬菜大棚 还捎带着在附近打工 为了不影响哥哥挣钱 我很少让他来医院照顾父亲 出院的时候 几万块钱的医疗费都是我出的 继父出院时 我很为难 继父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把他交给母亲照顾 我真的不放心 毕竟都是老人了 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 想把继父接到我们家 感谢丈夫的通情达理 他知道我和继父深厚的妇女感情 丈夫也同意 我把继父接到家里来照顾 我们家里住房宽敞 我把家里另一间大卧室 让给父亲和母亲住着 我亲力亲为照顾继父 母亲年纪大了 手脚也不太利索 我也不能让他太劳累了 每天下了班 我就急忙往家赶 以前继父不在我家的时候 我有时和同事约着逛逛街 现在我再也没有心思逛街了 每当我一进门 我就听见继父说 闺女回来了呀 我一听脚步声 就知道是你 我就亲热地喊 爸 我回来了 你想吃什么呀 我马上给你做 我经常给继父按摩 说外面的事给他散心 天气好的时候 我就和丈夫把继父抱到轮椅上 推着他在楼下里逛逛 让他和小区的老人说说话 小区里的邻居 谁都不知道他是我的继父 都以为我们是亲爷俩 虽然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继父 可是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好在我们家离县医院不远 到了后来继父住院成了家常便饭 我下了班的时候就去继父的病房里照顾他 那天继父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 闺女啊我想回家我已经在这里五年了得回家了 我对他说爸咱不回去在我家多好啊 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 继父的眼角滴出了两滴泪水 在继父的强烈要求下 我把他送回了家里 没想到只隔了两天 继父就去世了 继父去世的时候 我刚刚到家不到半个小时 母亲正要给我打电话 因为她看到继父情况不好 没想到我就像有心灵感应似的 那天本来不是我修班 可是我和同事调了一下班 我说得回家看看我爸 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继父最后的告别 我握着继父的手 继父对我最后说的话是 闺女啊 这辈子我和你没有待够 真有下辈子的话 咱们还做妇女啊 她摸出一个信封说 闺女 这里面有一张存单要给你 我一愣说 爸 你为什么要给我钱 你哪来的钱 继父说 前几年的时候 我回了一趟老家 这里修路占用我家的房子 补偿了六万块钱 这些年 你给家里做的贡献太大了 你整整照顾了我五年 咱妇女一场 这是我的心意 继父的话 让我泪如雨下 我的继父呀 你一点也不肯亏待我 可是这些钱我怎么能要呢 我想了想说 爸 这是你们老家的房子 我一分都不能要 钱应该给哥哥 继父摇摇摇头说 闺女 你怎么对我的我心里有数 这些钱就得给你 我只好暂时收下了 等侄子结婚买房子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钱和利息 全部送给侄子 继父走了 他的去世 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我哭成了泪人 说实话 这辈子继父对我 比对哥哥和妹妹都要好 他和我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他却给了我 最深的父爱 如今 每当我想起继父的时候 依然泪流满面 这份超越血缘的亲情 值得我铭记一辈子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从学校带回来一支新钢笔 被哥哥看见 拿去质问妈妈 你给他零花钱了 妈妈一头雾水 哪能啊 我只给你零花钱 哥哥满意地点点头 转过身来 那就是你偷的 这做工看上去可不便宜 老实交代吧 我夺过钢笔 同学送我的生日礼物 什么同学送你这么好的礼物 男生女生 男生 听到这话 妈妈放下抹布走了过来 男生 我赶忙解释 就是普通同学 坐我后排 大家关系都不错 生日都会互相送礼物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妈妈将信将疑 提醒我学习为重 便不再说什么 但哥哥仍盯着我 问 你对他没意思 没有 我就知道 他突然暴怒 老女 你没意思 你收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 没有很贵重 就是校门口买的 十五块钱 他生日我也有做手工送他 手工 不值一分钱的玩意儿 骗人家十五块 不是捞是什么 我一下委屈极了 可我没有零花钱 我能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别收人家礼物 要不然就跟人家在一起 算是报答 别什么也不付出 就想着白嫖 我傻眼了 跟他在一起 这是哥哥说出来的话 哥你别乱说 他只是祝我生日快乐 没有表白什么的 人家只是把我当朋友 呵呵 哥哥笑起来 还鼓了两下掌 舔狗配捞女 绝配绝配 我看跟他说不通 转身回了房间 就是从这天开始 晚饭时间成了 哥哥个人演讲时间 高中女生会捞我就认了 没想到现在这风气 都传到初中去了 是风日下呀 我搬上那般花 吊着十几个男的 就哄他们 给他买东西 送礼物 我哥们自己舍不得吃早餐 把肉包子留着送他吃 他还不要 看不上包子 行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哥们把零花钱攒下来 给他买了个特豪华的化妆品礼盒 他收了 可还是对我哥们代搭不理 我一个月零花钱才多少 他这一步步的 是要逼我卖些去啊 哥哥越说越激动 原来哥们就是你自己啊 我抬起头 爸 妈 哥哥就是这么花零花钱的 还不如把零花钱给我呢 爸爸放下筷子 脸色难看 哥哥见状赶紧辩解 这是重点吗 我是受害者呀 爸 你不知道 这年头到了社会上 想要找个好女人有多难 我这不寻思 先下手为强 趁着学校里 还能有点纯洁的 爸爸陷入沉思 妈妈也帮腔道 是啊 这年纪哥以前都结婚了 危机化解 哥哥连饭也顾不得吃了 跟我们讲起了 他被捞女占便宜的经历 到慷慨激昂处 他甚至眼饭泪光 女人从小到大 都生活得太容易了 却什么问男人 要就行了 凭什么呀凭什么 我听得不舒服 问 那个礼物是搬花向你要的 还是你非要送的呢 哥哥一正 随即恼羞成怒 她是没有名要 可她暗示我了 她跟闺蜜路过我的时候 说想买个什么腮红 我又不傻 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仅买腮红 口红啊粉饼啊 我买全了 够她用一年的 可她收了礼物 还对我那样 又当又利 她拿出手机 给我展示她买的昂贵礼物 一个挺大的盒子 掀开之后 隔层自动向两侧展开 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三无化妆品 最上面一层是个发光的玫瑰图案 随着月亮代表我的新的歌声 光还会七彩变换 我沉默了 这多高级呀 是你 你不想要吗 是我 我想扔圆点 既然这样 以后别送她不就好了 我说 你什么意思 她察觉到我的阴阳怪气 扭过头去跟爸妈说 不光是一个两个的问题 是现在这个环境的问题 我防不胜防啊 这还能怪我了 不怪 不怪 妈妈摸摸她的头 感慨道 我都不知道 现在女孩都成这样了 还有好多例子呢 等我找找啊 哥哥切换到她常去的网站上 从已回帖中找到一长串记录 我瞥了一眼 端起碗筷 我吃饱了 别走 你等等 你是最需要接受教育的 不然就废了 之后的半年里 我努力加快吃饭速度 但还是躲不掉 哥哥每天的上课环节 他会提前准备好 从网上看来的案例 然后 会声会色地读出来 你们听这个 这哥们一个月相亲二十次 被白嫖了二十顿大餐 工资全花完了 一分不剩 自己都饿出胆结实了 我疑惑到 一个月吃二十顿大餐 按理说也饿不到 哥哥瞪我一眼 我收住了声 还有这个 这个跟我一样年纪 为了变得有钱好跟喜欢的女孩表白 自己都辍学去打工了 结果这女的上了大学 马上跟别人好上了 毁了人家一生啊 有没有可能 他本来也考不上大学 我小声嘟囔 哥哥正激动着 没有听见 这个这个 也是高中生 倒是没辍学 但为女生花光自己的钱不说 还不得不取了家里的存款 后来他家人报警才知道 是这么回事 差点留了案底啊 这么吓人 我若有所思 坏女人那么多 哥哥活得很不容易啊 哥哥看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脸上浮现赞赏的笑意 如此可笑 我接着对爸妈说 不能眼睁睁看哥哥这么辛苦 我们作为家人 应该帮帮他呀 哥哥点着的头突然停住 有点迷惑地看着我 是啊 既然捞女房不胜房 我们小坤又这么单纯 怎么能让他独自面对呢 妈妈琢磨了下 小坤 你的零花钱就先停了 新衣服新鞋也先别买了 让那些心术不正的女同学知道 你没有钱 也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了 不是 哥哥疼得站起 妈 不用这样吧 他们的错为啥 是我受委屈啊 我拖腮看着他 语重心长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 哥你也说了 这不是一个两个坏人的问题 是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难改变 只能从自己做起 降低风险 那最快的方式 不就是从歌上 断了他们的念想吗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同理啊 不怕捞女捞 就怕他们惦记 爸爸听完我的话 起身走到客厅 片刻后回来 说 好了 小坤钱包里的现金 我都拿出来了 什么 哥哥慌张跑去 拿起沙发上的钱包 撑开 分文不剩 爸爸趁他在那嚎叫 拿起他放在餐桌上的手机 很快操作好了 嗯 手机里的余额也转出来了 啊 哥哥又扑回来 盯着余额页面 长须短叹 我提醒妈妈 妈 记得改一下你银行卡密码 你没听哥说吗 会被老女骗得 连家里钱也偷 哦 对对对 还是小企考虑周到 妈妈想了想 又说 要不这样吧 正好把你哥那份零花钱给你 妈 哥哥一拍桌子 挺傻呀 妈妈面露疑惑 他有钱了 就可以跟同学礼尚往来 不欠人家了 也不用怕他学坏捞人家钱 这不就是你这个哥哥 天天教育他的目的吗 哥哥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连着几天 哥哥在饭桌上都沉默不语 我们反倒不习惯了 妈妈开口 小昆 你那些帖子 再给我们讲讲呀 我和你爸不太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你得给我们补补课 哥哥不大情愿地点开 随便读了条热门帖 还是关于指责捞女行径的 读到一半 他意识到不对 停了下来 但爸妈按照这么多故事听下来的经验 已经可以脑补全整个走向 他们互相看一眼 十分欣慰 看来咱们的决定是对的 这种事也太多了 我对哥哥笑笑 哥 最近没有人想捞你了吧 要安心学习哦 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中 唯有哥哥铁青个脸 他咬着牙 快速浏览着网页 然后手一顿 听这个吧 这个有意思 发帖人拍了张自己坐在驾驶位的照片 手扶在方向盘上 指尖加了支烟 下面是一张车辆外部的照片 我扫了眼 没什么兴趣 不就是炫车的吗 这也不是啥好车 飞也 哥哥轻轻嗓子 读出照片下的那行小字 兄弟们看看吧 一瓶卖动放上去秒眉 读完 他环视一圈我们的表情 卖关子 知道啥意思吗 我们摇摇头 这是在大学门口 你把水放在车顶 有人拿就代表 他愿意跟你走 他放慢语速 挤眉弄眼 喝我水 喝我睡 爸妈倒吸一口凉气 这 这是哪个大学 哪个不重要 都是这样 你问所有上大学的 都知道 心照不宣 真是闻所未闻 我行动力超强 马上给邻居家 读大一的姐姐 发消息求证 固然解回了 我扬扬手机 他怎么说 他说 我把屏幕转向他 你哥放屁 哥哥痴笑一声 他当然不会承认 你问他有什么用 他好意思说自己挣那钱吗 你找个大学门口蹲着 亲眼看看就知道了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固然解勤奋上进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榜样 和粗俗懒散的哥哥相比 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话 那我们吃完饭去看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离家不远 就是固然解就读的大学 我虽然经常路过 但哥哥说的是 我倒的确从未留意 哥哥兴奋不已 好啊 我就是担心你年纪小 这种现实的冲击 对你打击太大 可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你迟早要见识的 晚霞中 我和哥哥站在 学校大门附近的树下 注视着每一辆来往车辆 不时有三三两两 结伴出来的女大学生 哥哥的视线粘在他们身上 从上到下 从前到后 又察觉到这目光的女生 扭过头皱着眉头 看了他一眼 我在一旁 觉得不好意思 悄悄挪开半步 哥哥却在那女生走远后 一挪嘴 是一我 那个 对我有意思 你信不信 要不是你站我旁边 他会来加我微信 啊 你都不知道 我这种小鲜肉 多受这些老女人欢迎 老女人 她们很年轻啊 一个个都二十多 过两年就奔三了 还不老啊 女人的花期才几年 可是 你看起来像她们二舅 哥哥怒视过来 见我一脸纯真 似乎并不是存心激怒他 而是直言不讳 便也不好说什么 只抬手捋了捋油腻的发思 哥 还要等多久啊 天快黑了 我实在站得有点腿麻 他前后张望一番 小跑着去路边小店里 买了瓶矿泉水回来 是你等不及的 我给你加速演示一下 说吧 他把瓶子放到路边 停着的一辆车上 拉着我走远了点 哈哈哈哈 他压抑着笑声 一会儿你就能看见 被耍的女生了 他肯定拿了瓶子 想进车 结果拉不开车门 这时候 我再过去说 要吗 他一点头 我说 两块钱 要几瓶 到那时 你看他 被耍了淡霉花说 肯定又羞又恼 脸色好看极了 哥哥幻想着脑内剧本 自己的脸先激动得战红 哎呀不行 这么精彩的段落 可得记录下来 他拿出手机 交到我手里 一会儿有人来了 我一过去 你就对准了拍啊 二十分钟过去 从车前经过了很多女生 但都没有驻足 反倒是经过的男生 看到那瓶水 眼睛都亮了 纷纷放慢脚步 窃窃私语 我就知道 咱学校是这种货色 你看 这不大哥就来了吗 我十年前在老家 就听说过这招 到现在了还有 从古至今 从南到北 他们都烂透了 想到我追的女孩 为这几百块 就上车跟人走 我还谈什么恋爱 有钱了 我也天天到大学门口 接不同的妹子 这性价比多高 听到他们的议论 哥哥脸上散发出神采 我忽然理解了 哥哥每天不厌其烦 给我们上课的原因 他看似愤怒 但在愤怒之下 却有种强烈而隐秘的快乐 正如他和那些男生 此时共同沉醉的那种 我不能理解的快乐 听见没 这都是大学生亲口说的 我没骗你吧 我只向那瓶水 可怎么还没有姐姐来拿呀 好无聊 暮色见浓 他挠了挠头 对我说 借哥点钱 干嘛 知道为什么没人拿吗 水的档次代表了 开价高低 他们现在胃口大了 矿泉水这档 都瞧不上了 他拿了我五十块钱 在回来时 怀里抱了一兜子饮料 他把各式饮料 放逐个 放到路边的一排车上 瞧好吧 他挑挑眉 站回到我身旁 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人拿下水 我有点累了 闹着想回家 他却觉得成功在望 非让我再等等 拉扯之际 我一扭头 发现靠前的两辆车上 放着的饮料都不见了 呀 听到我的惊呼 哥哥也看过去 点开摄像 快 他快不走过去 我拉开点距离 也跟了上去 车旁不见女大学生 他盯向周围所有人的手 没有人拿着那饮料 他转着圈看 抓耳挠腮 奇了怪了 哥 我拽拽他 指向远处 他拿的 哥哥从环卫大婶那里 要回饮料时 天已经彻底黑了 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哥哥仍在续道 其实这个时候 才是他们上车的高峰期 要不是你 非要回家 我们一定能逮着 我打着哈欠 我真的困了吗 四日晚饭 哥哥刷到了一个 同程短视频 特意外放给我们听 悬疑的音乐 加上滑稽的配音 光是听着 就让人感兴趣 冷知识 你知道大学门口的车上 为什么会放着饮料吗 相信不少朋友 已经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今天我就遇到了 这样的场面 各位请看 这些车都开出了 明晃晃的架码 正在等待着今夜的女主人 后面我还拍到了 进入每辆车的女生 但为了保护隐私 就不放出来了 大家自行想象吧 哈哈 爸妈凑上钱 边看边忍不住念叨 这么多呀 爱怎么这样 我暂停视频 看了看 说 哥 这不就是昨天你摆的吗 这是路人 从街对面的角度拍的 还发视频 跟真事似的 你看这儿 你都被拍进去办了呢 他定睛一看 马上退出了视频 也许他以前 遇到这事的时候 没来得及拍 只是拿了 昨天的素材补上 不能证明 他说的情况不存在 你不要叫这个证 那么多人都说 还能是假的吗 可是 光昨天你搞那出 就有至少百来个路人看到 一传十十传百 不知道影响面有多大 还有这个视频 光点赞就几十万 都不敢想浏览量有多少 我想了想 接着说 也就是说 昨天一个女生也没上车 但那个学校所有女生的名声 都被你搞坏了 起码有上百万人 加深了这个错误的印象 这 他们干那事 还怕人知道啊 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什么货色 我一点错也没有 我代表的是正义 哥哥摔下筷子 气得饭都不吃 离席前 他摇了摇头 刘起 正常人都会谴责 而你却想方设法 替他们狡辩 很危险啊 你别是想到时候 也为了几百块上人家的车吧 我委屈得涌出眼泪 爸妈 哥这么说我 哎呀 别哭别哭 妈妈把我搂进怀里 你哥说的也不无道理 也是怕你长大了学坏 从今往后你记住一点 缺钱了就跟家里说 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一定满足你 可别动了歪心思 我受宠若惊 郑重点头 爸妈以前一直向我灌输的 都是他们赚钱不易 让我不要攀比 可现在 经过哥哥的宣传 他们更怕有朝一日 我真为钱上了车 被人拍到 丢家里的脸 毕竟昨天刚发生的事 今天在网上 就那么多人看见 评论区更是骂得不堪入目 连那些不存在的女孩的祖宗十八代 都被乌言汇语攻击 他们试想一下 都觉得不寒而栗 反复跟我强调 家里没那么缺钱 想要什么就买 当晚 我辗转难眠 偷偷把哥哥从环卫大婶那儿 要饮料的视频片段 发给了固然姐 也许有真的 但假的不能被当作真的 固然姐动作很快 澄清视频连夜发出 但相较而言 热度小了很多 次日固然姐联系学校 学校又联系警方 哥哥和那个发视频的人 很快被找到 哥哥未成年 且没有主观传播意图 经教育 拍了道歉视频后 免于处罚 那个成年的小哥 则因博取眼球 赚取流量 编造虚假事件 损毁学校学生名誉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而被行政处罚 爸妈在哥哥的极力解释下 将这场风波 理解为兄妹在外面玩 不小心搞出的误会 没有放在心上 但哥哥的同学们 都刷到了他狼狈的 道歉视频 他因此受了不少讥笑 这件事后 哥哥很久都不愿搭理我 即使我视若求和 他也不理不睬 他给爸妈分享 各种帖子评论时 只要我一搭话 他就扭过头去装没听见 时间一晃 他高考结束 爸 给我钱报驾校 说好了的 我驾照考下来 就给我买车 这样我回家也方便 哥哥报的是本市的大学 爸妈去年就给他把买车的钱留好了 爸爸此时却沉默不语 没有搭查 哥哥很疑惑 爸 快啊 我跟同学说好 一起报名的 妈妈走过来 小坤 你看啊 那么多男人有车后 想的都是去人家校门口 哎呀 我都说不出口 反正私生活就混乱起来 这一是不道德 二是不健康 三是不安全 我们想来想去 买车的事还是再过些年 等你事业家庭都稳定了 人也成熟了再说 不是 不是不是 哥哥一阵晕眩 扶着沙发缓缓坐下 那是小概率事件啊 又不是人人有车都变坏 哥 概率不小 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 你说得对 是我错怪你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 坏女人那么多 你要是太显眼 确实容易被盯上 你想想 到时候你水喝一半 顺手放到车顶 被人纠缠可怎么办呢 有嘴都说不清 面对妈妈赞许的目光 我又撒娇道 不然给哥哥买个电瓶车吧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喝水了 妈妈双手一拍 哎呀 小启真是又名是李又聪明 小昆 你还不快谢谢妹妹 我谢她 哥哥愤怒地扬起脸 但看了一圈 还是咽下怒气 挤出一句嗡嗡的 谢谢 三年后 我去北京上大学 爸妈如之前所说 给我的生活费很是大方 加上我自己做兼职赚钱 不仅培养了些爱好 去了不少地方旅游 到毕业 还攒下来一笔 在这几年里 哥哥一直没谈过恋爱 爸妈已经有点着急 他们知道 哥哥是渴望有个女朋友的 不然不会电脑壁纸 都是动漫泳装女孩 于是开始给他安排相亲 同意见面的不少 但没想到 没有一个愿意继续接触 你吃饭的时候 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妈妈问他 哥哥怂怂间 就跟你们聊什么 跟他们聊什么呗 那你全是对女人抱怨辱骂 人家能高兴吗 你不懂 这就是我的初筛 如果他不高兴 证明他就是我骂的那类人 如果他能跟我一起生气 说我是女的 我也觉得他们过分这种话 那才是我要找的三观正的姑娘 妈妈琢磨了下 觉得有道理 行吧 筛选是对的 毕竟坏女人那么多 但你要抓紧 你表哥娓娓 就比你大一岁 去年结婚 你表嫂现在都怀孕了 我也想早点抱孙子 哥哥冷笑 抱孙子不难 难的是抱亲孙子 啥意思 我给群里转发的文章 你们都不看呢 哥哥翻出群聊记录 点开一篇文章 现在绿帽泛滥 孩子百分之九十 都不是自己的 百分之九十 我本在一旁听热闹 突然被这数据吓了一跳 太夸张了吧 哥哥晃晃手指 这还少说了呢 你去亲子鉴定中心看看 保准对女人失望透顶 我掰着指头算 这么说 咱俩都是亲生的概率 爸爸瞪过来 我低下头吐吐舌头 哥哥慌慌张张补充 我不是这意思 咱妈是难得的好女人 跟现在那帮女的不一样 你别胡说 经过哥哥几年来 坚持不懈的教育 现在外面都是坏女人 已经是我们家的基础共识了 那你的意思 唯唯有可能辛辛苦苦 给别人养孩子 爸爸说着担心的话 但嘴角却浮现出一丝笑意 哥哥趁势助兴道 才结婚多久就怀孕 弄不好就是接盘的 还傻乐呢 但你表嫂看着挺本分的 跟你表哥谈了挺长时间才结的 妈妈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光知道他们谈的时间长 但你确定我表嫂 只跟她一个谈着吗 妈妈愣了下 继而恍然大悟 对对对 你讲过的 现在女孩都爱脚踩几只船 爸爸接着补充 爱吊着男人 好想几份好处 爱找老实人接盘 我不甘示弱 哥哥对自己的教学成果非常满意 双手给我们竖起大母哥 说曹操曹操道 没想到表哥一家下午就来家里做客 妈妈紧急叮嘱我 千万别把绿帽的事说漏嘴 大家围坐在一起 表哥颇为炫耀地关心到 小坤还没有对象呢 哥哥跟我们全家对了对眼神 笑而不语 表哥对他的反应有点奇怪 怎么 小坤不想结婚 妈妈怕哥哥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 赶紧打断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呀 你们小两口觉得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呀 表嫂轻抚肚子都好 哥哥冲他心知肚明地眨眨眼 说是都好 肯定还是想要个男娃对吧 表嫂还没回答 妈妈先急了 为什么呀 现在谁敢要男娃 表嫂怎么讲 现在外面坏女人好多 你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一枚留神带回来一个 家就完了 没有儿子 啥是没有 而且你看那彩礼是一年比一年高 你说那么高彩礼 不结不就行了 可是那些当儿子的 边骂边要结 逼父母砸锅卖铁 也要给他愁彩礼 全是不孝的赔钱货 表嫂若有所思 哥哥目瞪口呆 那些骂彩礼的帖子 确实都是他给妈妈看的 但这是怎么拐到男孩 都是赔钱货这点上的 送走表哥一家 哥哥拉住妈妈 小心翼翼问 妈 你不会是不想给我准备彩礼吧 妈妈满头问号 开玩笑 哥哥长舒一口气 我还以为 妈妈紧接着道 当然不准备啊 我还不了解我儿子吗 对彩礼深恶痛绝 哥哥悬着的心彻底死了 那我怎么结婚呢 当然是找个不要彩礼的呀 我同事儿子找的姑娘 就不要彩礼 就看上小伙子的人了 说起那小伙子 真是高高帅帅 人还特风趣 真是招人喜欢 我帮腔道 哥 再说了 惦记彩礼的那些坏女人 你本来就讨厌 怎么可能找那样的人结婚呢 我 妈妈拍拍她肩头 妈想明白了 现在找个好女人 无意于大海捞针 你要是实在不想结 我们也不逼你了 哥哥倒抽口气 眼珠一转 这是不能光考虑我自己啊 我不结婚 你怎么抱孙子 咱老刘家不得绝后呀 可就算你结了婚 孙子就是我老刘家的真孙子吗 爸爸悠悠反问道 哥哥面如土色 说不出话来 而我 好像听到了回旋标的声音 两年后 我和男友从北京回来 开始筹备结婚事宜 家庭会议上 哥哥坚决定下 二十八万八的彩礼 少一分都不行 他这么说道 我和爸妈都觉得有点高 但他坚持这是对男方态度的考验 我很久没回家 奇怪哥哥态度的转变 本以为我要彩礼免不了会挨他一顿骂的 没想到他竟一反常态 我给男友发消息沟通 那边很快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妈妈很高兴 那好 就这么决定了 二十八万八的彩礼 加上我们给你准备的二十八万八的嫁妆 你都拿着 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 我乖巧笑道 谢谢爸妈 等等 哥哥伸出手挡在我们面前 不对啊 我没听错吧 为什么呀 他要来的彩礼 不应该给我吗 我们全都迷惑不解 为什么给你 我是家里的儿子啊 所以 爸妈的钱 姐妹的钱 都应该用来扶持我呀 扶持你的目的是 只有我可以把咱家的资产传承下去啊 我和爸妈互相看看 都笑起来 我笑得直不起腰 胡乱拍打着哥哥 哥 你又考我们对吧 放心 知识点我们都刻进 DNA了 你的孩子未必是你的孩子 但 我的孩子 一定是我的孩子 所以只有我才能保证 咱家的资产不外流 对吗 爸爸说 我们要是把辛辛苦苦挣的钱给你 到时候 你拿去养隔壁老王的孩子 那我死不瞑目啊 哥哥不知为何 气得发抖 他伸出手指 划过爸妈 最后落在我面前 刘起 是不是你捣的鬼 你暗地里给爸妈灌什么迷魂汤了 我无辜摇头 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咱们家一向都是听你的 我哪能影响得了爸妈的想法呀 那你愿意把彩礼给我 当然不行啊 我瞪大眼睛 哥你忘了你怎么骂那些伏地魔的 以前有个跟你相亲的姐姐 吃饭时才说自己有个弟弟 结果话因为落你就甩脸走人了 回来你骂了半宿啊 多难听的话都有 说伏地魔全都该死 不配结婚 更不配活着 你气愤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时时叮嘱自己 福哥和福地没有区别 千万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娓娓道来 爸妈边听边默默点头 在我说完后 他们还补充 是啊 你还说福地魔全家都作孽 会遭报应 多吓人啊 哥哥半上无语 胸口剧烈起伏 呼得眼角溢出泪来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给我零花钱 不给我彩礼钱 不给我买车 不给我买房 说到此处 他忽然顿住 接着上前拉起爸妈的手 对了 我记得你们以前说过 要给我买南边那个学区房 你们不会忘了吧 忘是不能忘的 妈妈抽回手 转而牵住我的手 那个房是不错 但还是买在北京比较方便 毕竟小启是要定居在那里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哥哥近乎咆哮 爸爸搓着手 道理刚才都讲过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骗我 你们骗我 哥哥抱着头 痛苦地蹲下 我和爸妈都感到莫名其妙 不都是按他的想法来的吗 怎么他还不满意 哥哥夺门而出之前 放话 不给他钱 就跟家里断绝关系 在他悲愤嘶吼的余音中 我们三个呆呆 坐在沙发上 妈妈看了眼时钟 是不是该做晚饭了 小启饿了吧 还好 咱吃什么呀 一起坐吧 我们在厨房忙活着 妈妈感慨 男孩真是赔钱又闹心 我要是当初 有这份觉悟就好了 对啊 想来还是小启省心 学习工作没得说 人品孝心 更是没得挑 爸爸包着算说道 不像那个白眼狼 还跟咱们嚷嚷上了 说起来 早些年 我们让小启受了不少委屈 妈妈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 转向我 妈妈得跟你说声对不起 看着妈妈闪动的泪光 我也有些哽咽 都过去了 爸妈退休后 我提出 想把他们接来北京生活 他们答应得很爽快 乐颠颠地跑来 趁我们身体还行 正好发挥余热 帮忙照顾我们的宝贝孙女 那个一个人 也该让他独立点了 老大不小了 住家里面 连衣服都不愿自己洗 见他就烦 是的 扬言要断绝关系的哥哥 一个礼拜后 就灰头土脸回家了 不过自那之后 他不再给爸妈上课 人一下子变得安静许多 但据爸妈讲 他的表达欲并没有减少 总是能在深夜听见 他屋子里传来 噼里啪啦的键盘声 可老让他住家里 也独立不起来啊 你忘了吗 他以前总说 女人但凡拿家里一针一线 都不算独立女性 只有完完全全 靠自己的才配 称得上独立 那哥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吧 我们早想到了 房子已经挂中介了 在北京养老 我们可得多倍点钱 不过怕他闹 还没告诉他 哥哥会理解的 毕竟我们的想法 都是他教出来的 晚风中 我挽着丈夫的胳膊 在楼下散步 爸妈带着他们的亲孙女 在前面的滑梯上玩耍 笑声回荡 好幸福啊 丈夫轻轻感叹 说来好笑 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可能还要感谢我哥 谢谢他对全家成功的洗脑 丈夫不明所以 但还是配合到 那我更要谢谢他 嗯 所以作为报答 我决定明年生日 送他一份礼物 送什么好呢 一个新键盘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Hit